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级公寓 电话905-888-6788 新闻时间 香港方面的消息 香港物价持续上升 市民 尤其在低收入人士 生活负担不断增加 有专门协助低收入人士的食物银行就指 由五月份至今 每月平均领取食物的人数 大幅上升近两倍 负责的机构预期 随着经济前景不明朗 市民对服务的需求会有所增加 一间位于大角咀的食物银行 两年半前开始接受政府资助 向低收入人士提供食物援助 今年年初 平均每个月最少有400人领取食物 但是到了上个月 领取人数大幅上升到接近1200人 升幅接近两倍 负责人指出是受到物价持续上升所影响 到食物银行领取的食物 以两个人一个星期的份量为例 可以领取五公斤米 十四包面粉 一支油 八只蛋 两盒营养葱剂 两盒麦皮 五个罐头 40元的新鲜肉券 20元新鲜菜和生果券 以及50元的超市熟食券 机构表示 低收入人士只要带身份证 地址证明 以及户口资料 就可以领取六至八个星期的食物援助 解决即时的需要 为了令到食物更多元化 以及增加营养价值 机构一年多之前开始 同商户以及超市商讨 为受助人士提供新鲜肉券 以及熟食券等等 食物银行负责人 期望政府增加资助 让他们可以继续 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协助 华TV巡邀报导 港府正就应否在 维港以外填海 咨询公众 土木工程托展处 接受军放的时候表示 香港适宜填海的位置 集中在西面 厨房说 会重新考虑 这些地点 是否适合填海起楼 不过就强调 在未有公众达成公式之前 不会谋言落实填海选址 香港的海岸线长达千多公里 但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填海 五千港受限制的地区 除了维港 受到保护海港条例保护 不可以填海之外 航道范围也不可以填 而海岸线保护区 同样不可以填 大致上来说 香港东面大部分地方都不可以填海 剩下适宜填海的地方集中在西面 即是青衣至大浪 及大嶼山的部分海岸线 或者大埔一带 土木工程托展处更自出 有些地区曾经考虑过填海 例如龙鼓滩 青衣西南面 考虑过做货柜码头 大嶼山考虑过填海 做物流园等等 政府表示 这七个地方 可以重新考虑作为填海建立的选址 但政府重新 在落实选址之前 一定会问清楚市民 是否有共识要填海 而在未清楚市民要求之前 也不会公布选址 现阶段政府认为 对海洋生态影响 依然是市民最关注填海的重点 不过政府就派定深远 指填海的技术进步了 今时今日 不需要再好像八九十年代 要挖走海泥都可以填海 不过政府承认 填海会对社区有两大影响 包括现时临海屋苑的居民 会反对在面前填海 另外 如果在较偏远的地方填海 接驳到现时社区的交通配套 会不会过度负荷等等 都需要市民的意见 以便政府考虑选址 包TV巡逸报道 肯证长官曾荫权 向美国提出特区护照 免签证入境待遇 他说美国方面反应正面 但就未有时间表 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市民 要入境美国 即使是转机 都必须要申请签证 这种情况日后可能会有改变 在夏威夷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 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 早前和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会面的时候 提出给香港特区护照的持有人 免签证入境美国 曾荫权表示 双方同意积极跟进 但是未有时间表 见到香港人很少在那期居留 这种情况 我很相信我们有充分的理据 觉得可以取消免签证的时候 就不会带来任何特外风险 而且140个国家 已经接受了香港免签证的安排 我相信美国可以很严肃地考虑这件事 目前有27个国家 包括欧洲都可以免签证入境美国 而在亚洲方面 就有日本以及新加坡 至于南韩 持有电子晶片的生物特征衣护照的人士 也可以豁免签证入境美国 另外 曾荫权也都向美国提出 就取消两地双重征税展开磋商 相信这些建议 都可以推动两地人流和业务的往来 包TV巡邀报道 中国陕西西安市 一栋商住大厦发生气体爆炸 最少9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部分人伤势严重 爆炸威力强大 大厦地下和二楼严重损毁 出事的位置 事发之后依然无烟 店内变成废墟 消防员搜索的时候 发现多半石游戏 爆炸的冲击力 波及附近的店铺 以及对出的巴士站 面目全非 杂物碎片都散满马路 停在店外的车辆也损毁 早上大概7点半 西安市中心南部的高新区 嘉天国际大厦地下的一间小食店 怀疑石游戏爆炸 事发的时候 正值上班上学的人流高峰 加上附近有一间小学 现场是很多学生的必经路断 导致多人死伤 大多数都被玻璃碎片割伤 由于伤者众多 当局将他们送往市内多间医院抢救 实施分流 部分人伤势严重 当局初步指出 爆炸在店内石油气罐泄漏引起 事后危机依然未解除 因为大厦天然气管道在爆炸之后受损 泄漏气体需要疏散大厦居民 陕西省省长发出批示 除了加强救治 亦都要趁冬天 全市检查石油气罐等燃料的安全 WOW TV巡遥报道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会有体育和天气消息 刚刚在上个星期 瑞士室内网球赛夺标的前一哥 废特拉 直落两盘击败东道主球手 赛事六号总指冲家 首度在巴黎室内网球精英赛锋黄 废特拉开赛慢热 首个发球局就有两个被破了 幸好他留危不暖 保住发球局之后越打越顺 首盘轻松先赢6比1 第二盘形势紧臭 结果打至决胜局7比6赢得冠军 菲特拉经过今场之后 职业生涯累积第69项錦标 接着看看赛车 2011赛季F1亚步集比大奖赛 结束55圈正式比赛争夺 由于汉卫发色的泰维尔比赛首圈 遭遇爆态退出 麦可林车手的汉密尔顿率先冲线赢得比赛胜利 今次是汉密尔顿本赛季第三个分站冠军 阿努沙落后8.4秒冲线收获亚军 巴顿位居第三 两位麦可林车手双双登上领掌台 另一方面 韦比、马萨、罗斯柏格、舒麦加、苏大尔 迪雷斯塔和小林可梦韦分居4-10位 看看世界举重錦标赛 中国选手周路路参加巴黎举行的世界举重錦标赛 它在女子75公斤以上级别 以328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奪得金牌 同时以182公斤奪得挺举冠军 及以146公斤获得爪举亚军 接下来看看多伦多的天气 现时室外温度9度 吹没小时30公里的西南风 今晚最低气温会跌至7度 再看看多伦多未来五日的天气预测 接下来本国 各种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世界新七大奇观评选 已经在上个星期公布了初步结果 虽然我们施高沙省的分敌湾 无缘上榜 不过亦都挣着这个机会 再次去了解一下评选的大概情况 总部设计在瑞士的世界新七大奇观基金会表示 投票在11日截止之后 选票目前依然在统计和更新当中 最终的结果将会在2012年公布 目前得票领先的是包括阿根廷 和巴西境内的伊瓜苏大瀑布 菲律宾公主港地下河 韩国济州岛 越南夏龙湾 亚马逊热带雨林 印尼科莫多岛 以及南非的卓山 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评选 是由世界新七大奇观基金会发起 这个基金会在国际范围内 专门从事历史遗迹保留 修复和促进工作的 非盈利国际文化保护组织 在2001年基金会推出的 世界新七大奇观的评选活动当中 中国的万里长城名列榜首 WOW TV 巡耀报导 今日的晚间新闻报导完毕 多谢大家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